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实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郭台铭的参选对侯友宜来讲是内伤 对柯文哲来讲是重创 对赖清德来讲是暗喜 我们从这三样琴回过头来谈三角都 我们谈菲律的三角都 而不是谈选琴的三角都 菲律的三角都为什么会有两样琴 就是说郭台铭认为他参选以后 逼得侯友宜跟柯文哲必须跟他谈 那现在这两个人的态度已经越来越清楚 尤其是柯文哲从不在公开场合给郭台铭有任何的机会 甚至于在私下场合 郭台铭多次请见柯文哲 柯文哲通通不同意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你郭台铭努力的方向是在民众党 而不在于国民党 所以我们今天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香港的好朋友 港台大白话的主持人 陈锦胜兄跟大家共同探讨 锦胜兄好 郭兄往上好 请问一下 现在我们谈菲律的三角都 我们不谈选举的三角都 对 蓝白郭三角都 对 好 我想请问一下 为什么蓝银跟白银 对于郭台铭的参选 反应会那么的强烈 尤其是柯文哲 柯文哲为什么 无论公开私下 他都不见郭台铭 那您认为 柯文哲你表达了立场之后 那郭台铭他还有后路 或者是退路吗 这个我现在 就是讲一下 这个郭台铭宣布参选以后 这个蓝银跟白银 两个候选人的态度 那么首先我讲一下 那个侯友宜 当天就是28号 有一些记者 追逐侯友宜又问 看看他对郭台铭参选 是什么一个态度 那么侯友宜居然 他就是脸色非常尴尬的 就笑笑 无以对答 最后被别人没办法呢 又是来了一个问A大B 就说我是这个国民党全代会推荐的那个候选人 我呢一定要扛起这个责任 这个大家呢要为我加油 就根本不回答那个记者的问题 说明他呢就不能面对 直面对待 你说 郭台铭出来 我是波爽的 好像我对他这个不能这个跟这个蓝银合作 我是对他这个很有意见 你就直接讲嘛 你就自自乌乌又来那一套 那根本是一个不是一个政治人物所为嘛 那么再讲一下那个柯文哲 柯文哲还比他好一点 他就是 就是说这个 郭台铭出来参选呢 是正常的 如果他不筛选呢 倒变成是一个新闻了 所以呢 这个 有记者问他 他说我最近呢就是 不是这个曝光力低 因为呢这个幕僚就劝他 尽量呢就是 不要多讲 对任何问题 社会上问题 都要发表一些 因为言多必思满 柯文哲还是 讲了比较好一点 那么当然 柯文哲最近的民调呢 是下跌了不少 那么因为很多的原因 包括他自身的 716那个肇事大会 他会减了一点分 再加上高宏安那个 被起诉那个事件 对他也很不利 那么几件事情加起来呢 再加上这个 郭台铭出来参选呢 就会 夺去了他 大概百分之六到八的 那个支持度 因为他们本身 郭台铭不参选的时候呢 那些支持郭台铭的 那个票 那些支持者呢 就转移到柯文哲身上去了 那么郭台铭出来呢 他肯定那些 郭台铭的支持者 可能他要归队嘛 所以突然之间 这个柯文哲 对于他口袋里 本身 有一百万的 现在剩下了七十万的 他是钱少了 他当然是不爽嘛 所以呢 他又讲不出来 所以呢 他就是 这个心里呢 就是肯定是不舒服 他现在又没办法 真正去采取 采取回避的态度 但是我现在讲一句 如果 如果过几天 不管是美丽岛电子报也好 这个民意基金会的 这个民调也好 或者是TVBS的民调也好 如果都出来 把柯文哲的民调 已经跟侯友宜差不多 或者胜处超过侯友宜 跟柯文哲差不多了 那个角色呢 又会不同 但是很难讲 有发生你现在摇头 但是这个情况 可能会出乎你的医疗也不同 这个很难讲 我现在呢 这个柯文哲反正 他这个几个 他几个要点嘛 他就是 第一个 他就是要两安和平 第二个 他就要下架民进党 第三个 他要争取当选领导人 第四个 他要壮大民众党 实际上呢 他最后 第四个 实际上是他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这个要求呢 就是要壮大民进党 至于他是否能够当选 他其实他还不是 他的那个头等大使 所以呢 这个我看 只要把柯文哲的民调 跟他拉到差不多 他就会 这个放软身段 也可能主动跟这个 郭台铭要求见面 要求和果子了 到时候呢 第一个 副手称臣的 可能就是柯文哲 只要柯文哲 跟郭台铭联合了 不管怎么样 那个侯友仪呢 就我们把他丢在一边 他就到时候就边缘化了 到时候 如果他 他跟这个 主任命运 大联盟合作的话呢 他就到时候 他单打独斗呢 到时候 他就会被弃保 我是这样看 这个郭台铭跟柯文哲的 有话说 政治 不是一厢情愿 政治也不是想象 政治是一个实力的对决 对 其实柯文哲 讲了四个重点 大家都没看清楚 他第一个重点 就是说 请郭台铭 自己先跟国民党纠缠关系 你了结以后再说 可是郭台铭 还是在纠缠国民党 那第二个 郭台铭五度发动 要换猴 换猴不成以后 他才想到了 跟柯文哲合作 那换句话说 这里面非常重要的 一点地方派系支持他 我一再讲 必须要郭柯和以后 地方派系才会表态 那换句话说 柯文哲已经表态了 好 除了国民党以外 你自身 你自身民调的高低 你要郭台铭表态 就是说 你不要跟我谈正跟负 我不跟你谈这个问题 好 他说我不跟郭台铭 谈正负的问题 谁当正 谁当负 你郭台铭 一定要正的话 他不会跟你合作 那第三个 那第三个 柯文哲不是讲的吗 等你 等你联署出来以后 再说嘛 那所谓联署 各位晓不晓得 什么意思 你郭台铭说是100万 对不对 好 你只连到了50万的时候 请问 我要不要跟你合作 好 这个第三个 那第四个 现在 坦白说 柯文哲跟郭台铭之间 是毫无互信 毫无互信 你在一个 两个人在没有互信的情况之下 你一会儿又要并购 一会儿又要三盟海事 一会儿说我要来帮助你 柯文哲是不接受的 那第五个就是最重要 就是说每一个政党 他们都在做自己的民调 那郭台铭有几斤几两 大家都很清楚 柯文哲现在非常反对 郭台铭玩杠杆原理 用柯文哲来牵制国民党 这是柯文哲非常反对 柯文哲自己说过 他可以蓝白合作是可以的 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说 我要跟郭台铭合作 柯文哲从来没有讲 我查证了以后 他没有说我非要跟郭台铭合作 而是郭台铭那边一直讲 弄得柯文哲不胜其扰 现在柯文哲拒绝他 那请问地方派系又不帮忙他的时候 郭台铭该何去何从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当然耳后的情势发展 是不是对郭台铭有利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必须要回过头来说 这个三角都的行程 确确的说 的确是两样情 就是柯文哲不要跟郭台铭合作 到了最后郭台铭会不会再跟国民党纠缠 没有人知道 所以我讲两样情 就是说除非郭台铭他展现的是政治实力 而不是说用嘴巴说说 或者用并购说 或者是说三盟海是说 坦白来讲 郭台铭再用这种手段的话 只会引起大家的愤怒 而对他不具有任何的好看 按照道理 他宣布参选应该是有庆祝行情 可是所有电视台不管蓝绿 都在幸灾乐祸的看这件事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谨慎兄 好 谢谢尤华兄